在郭Sir和李Sir的課堂裡面 有沒有覺得其實這些問題在小學我們已經學過 而你看著這條片的時候已經覺得很熟口面 各位大家好 郭Sir過去一段時間都講了很多關於聲中的資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完或者看完呢 如果未看完未聽完 看著這條片的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一有新片 立即我就可以通知你了 李Sir有一天問郭Sir 其實你拍那麼多的聲中片 你會不會令到家長和同學 覺得我們只會做小學 不會做中學的 他問問一下 我覺得好像是 所以今天郭Sir拍了一條片 關於我們中學數學科的東西 很多同學升到中學之後 他的數學科明明小學很厲害的 九十幾一百分 一上到中學之後 就變得分六七十分 不外乎都是幾個原因的 郭Sir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三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由中文數學變成英文數學 當然這個因素很多時在中文中學的同學 未必能夠反映到 因為他們的教學語言其實沒有改變過 但第二個原因 大部分同學都應該會發生的 就是他們非常非常之懶惰 他們可能覺得過完三次懲分試之後 或者可能去年的兩次 都辛苦了那麼久了 辛苦了兩次懲分試 經過了升中階段 來到中學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中學的校園生活 所以他們就擺下了數學科 甚至乎他成份的學業 令到數學科的分數大不如前 第三個原因就是大家學了的東西 不懂得怎麼做轉換 其實來到初中的時候 很多的課題都是和我們小學的東西 息息相關的 如果我們能夠好好地利用 我們小學以後的知識 上到中學用出來 其實令到大家學習的難度 低很多之餘 和會更加得心應手的 在我旁邊就是一條數學題 我們馬上看看 究竟他怎樣可以運用我們小學以後的知識 來去計算得到 李Sir好好地為我準備了這條題目的答案 展示給大家看 究竟有些甚麼 大家看完所有的步驟之後 好像很異熟能詳一樣 條條你都懂 但好像條條都不太知道說甚麼 究竟這些這樣的問題 是否真的和我們小學的息息相關呢 我們馬上再去看看 我們在這裡紅色的框框 標示了每一個步驟 和我們小學中學的課題 有哪一個是有關的 其實最難的應該是第一個步驟 我們見到關於我們中一有響數的問題 有響數其實是甚麼 即是我們中一學過的正負數的問題 正負數難不難呢 有些同學好像覺得很難 有些同學覺得很簡單 但整體來說我告訴你 都是一個四則運算 四則運算我們甚麼時候學的 分數的四則就是小五 我們小數的四則其實只是去到小六就已經學了 你說其實這條題目和我們小學的數學有沒有甚麼不同 其實沒有的 只是換湯不換藥 最後我們來到這個答案的時候 你會見到X是等於七分之三Y的 有沒有覺得其實這些問題 在小學我們已經學過 而你看著這條片的時候 已經覺得很熟口面 正正就是大家不懂得怎樣把我們小學運用過的東西 轉換為我們中學要用的東西 大家很多時候覺得來到中學之後 門檻大了很多 令到大家覺得那些東西難了很多 其實我們只不過在學小學的東西 在郭Sir和李Sir的課堂裡面 都會講解究竟我們怎樣運用一些小學的課題 或者小學的小知識 已經可以解決到我們中學的數學 令到你不要覺得數學那麼艱辛 可以好好好開心地學好數學科 如果想知道我們數學科的課堂時間 不妨可以留言問一下郭Sir 或者直接WhatsApp郭Sir 如果大家還有甚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下留言 Like我們的影片 Share給你的朋友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